一來一點 你們叫麻辣 你們 你們到底在叫什麼叫 我是沒有好 根本就沒有要怎樣 我不是被停車嚇到 我是被你的叫聲嚇到 不要再吵了 怎麼貼膠帶 把他膠帶貼起來 氣死我真的死 噢 第一次 穩定一點 經過 People 好期待啊 出发了 我的喜爱伙伴们 好开心 我就是觉得开车很快了 可是它感觉就是一直转 所以他们只会说会晕吧 哦我懂了啦 你真的是有会车的时候 这样感觉会表明 可是其实它给的车距位置 空间还算宽啊 好下车咯再见 我觉得这边最难最难最难是什么 就是我不会晕 但我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会觉得很烦躁 就会觉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停车场呢 但是其实难度不高 就大概一颗星左右 那我们要再转下去咯 走 很极限耶 这个很极限耶 而且它很烦 它一直靠我很近 人家就已经在卖了 它一直这样子 我连这个都被撞到 好好玩 先请她来坐一个 我们来挑战的这个停车场 叫做普罗旺斯停车场 超级难 因为它这个旁边的车道都刮烂 刮爆 刮到不行 而且它那个车道超级窄 这个我觉得很轻耶 车子再大一点 我就可能开Raffle我就不敢下来了 有比它更难的 有吗 我不知道啊 那我先五颗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至今 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紧张的一个 好好玩咯 那我要再去下一个 走 车跑步驶 来咯 车跑步驶 男在哪里呢 超低的 他可能说刮到大部分是刮到这个 对啊 因为那个角度切很死 这车不可能一次过欸 诶 你不是说有什么不能一次过的 不是这个就假的不可能 你 他这一根桌子的位置就不对啊 就不对啊 什么意思啦 有 你可能要 全世界会被困在这里 不行不行 我还有空间 我有看 不行不行 这就是我技术体现的时刻 请你们相信 你不会到的 因为我看得很精准 我看后照镜 因为我平时没有倒车生意 所以我看后照镜看得很精准 因为我知道我过得去啊 我不会紧张啊 我知道我过得去 是你们会紧张 你平常开车会这样挑战自己的极限吗 就是会 所以我现在练就这身功夫啊 我跟你讲 这个停车场就是挑战极限的停车场 我觉得它有比上一个难 它的难是难在 就像刚刚我看到很多人会咒骂 是因为 它的一下停车场的坡道 就是直接一个切脚 你的右边绝对会卡到 如果你是顺着 你一般以为它是顺着弯 但它其实没有弯 它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墙角 所以我觉得那边超危险 再来它底下的梁柱 多到爆炸就算了 它的所有的车子 几乎都很 那个间距太短了 你很难回转 我看到Google上很多人 很在那边炫耀说 啊停车技术不好 不要来停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你们真的以后停车 可能看停车场 先Google一下 真的是新手的 你千万不要来停 那个你一定会疯掉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给五颗 上一个给四颗 上一个降到四颗 这个给五颗 一天如果停十个这样的停车场 我就会觉得很累了 你会一直疑惑 我到底今天做错了 到底就是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这么累 别紧张咯 我觉得大概都还有五公分左右的空间 这一个停车场的车道坐得比较宽 所以难易度相较就会比较简单 可是它的造景我看不懂 就是它的墙壁为什么都是 造景 就是你看它那没 现在还要平这个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 就是前面有开到一些 我觉得超级 超级艰辛的 然后突然开车就觉得 诶 好像还好的 所以可能要拉回到 如果是一个新手驾驶的标准的话 可能就是两颗星 再去其他停车场咯 挑战机 刚开始 好像我上次是给客人的 而且我看到影片的那种 它不是顺着的圆弧的弯 它会突然有一个切角 为什么啊 这跟它本身设计的梁柱有关吗 就是它特别突出来的地方 或者是它特别怎么样 应该是那边没好办法 所以它才会长这样 所以它才会长这样 帆布大閥 你后面有停车会的地方吗 你想得 duke 往下挑战一层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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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我觉得可以再往下一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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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没急 没慌 如果你都開這麼軟的車道下來 然後你還要停機械的 那真的很辛苦耶 會生氣 我覺得 它的設計比較有一點點難 是因為它的車道 不是順得圓弧形的車道 它可能因為他們原本建築的因素 所以它會有一些角度上 突然會多了一個腳這樣 對新手而言也會比較難 這個難度我覺得可以四顆星 你要非常的專注 因為你的左右兩邊 可能有些時候會有一些多出來的角度要注意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來就是 慢 慢 開 這個光是大 但是坡度就蠻傾斜的 它地板上全部都是那個紅磷紅磷 你自己看就是啊 那邊凹進去了耶 哪裡哪裡 它是那裡啊 我覺得應該是車道狹小吧 去打這個全部都是 好像都格子很難 挑一個最難的格子 來 挑一個 有自己的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平日來 所以變成它的停車格空位數很多 因為如果你在車子的 都是滿位的狀況下 要切換或迴轉的空間就會比較少 然後你停車的難度就會比較高 可是今天都比較沒車 所以我們特地選了一個邊邊的一個 想說試試看 難易度的話 剛剛下來 好像有一點點空的空的 看看看看 我也覺得大概三 三到四之間 就是三啦 算三 我覺得還OK囉 囉 好 上次囉 上次囉 然後我們剛剛前面開的都是往下載 這個是往上載 而且它感覺可以轉很高耶 你們要轉很高嗎 為什麼不回答 對啊 我們要轉到最上面 我其實很不喜歡的點就是 會暈 因為如果你們開車的人主要視覺是不太會暈 但是坐車的人會很暈 因為你們就要一直這樣子轉轉轉轉轉 我現在才到三樓 它有到七樓喔 小康 而中間還沒有辦法 有任何出去的地方 只能一直轉上去 四樓 四樓還是不能出去 好逼人喔 它要直接轉到七樓喔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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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功啦 最後一個 中和的卡龍的停車場呢 難易度 我有給它兩顆心 我覺得是會暈 可能是它轉直到六樓 我覺得好像會比較有一點點 專注力你必須要很專心這樣 今天最有印象的 最難停 新機開 出機 答對了 果然是我的小夥伴 我至今都難以忘懷那個夢魘 就是因為那一個一定要把我放 你沒有拍空景嘛 它就是下去之後 它量柱超級多 然後它裡面的停車格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你如果有很多停車空格 你讓我有回轉的空間 你讓我有可以 就是前前後後移動的空間 我都會覺得還OK 我可以轉出去前進後退 可是它沒有 它裡面停滿車之外 它超級多量柱的 它是我的五顆星 歡迎大家也跟我們一樣 去感受一下這些停車場 然後你可以跟我們反饋說 你覺得難易度幾顆星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相關的 停車場系列 其實我們四個人今天討論 都蠻有興趣在多做 因為它就是真的有挑戰性 然後又有那種新奇度 我覺得會讓人家覺得 哇 怎麼會有這種停車場 設計的更酷一點 如果放一杯水 你不能灑出來 這太難了吧 或者是車種的變化 再大台一點 又或者是多一點小挑戰 但是不管怎麼樣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 我們都很願意再多拍 因為更難的可能在新竹 或台中 然後我們就去幫大家開拓眼界 好不好 那記得訂閱按讚 留言開啟小鈴鐺囉 下次見 掰掰 如果我考過我的職業小課車 我就可以去再練習大課 一定可以成功啊 但是看幾次 嘿 然後按讚 然後按讚 你快點 再聽一下 這個 警察 有什麼不一樣的 你會做到 你會做到 我會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